擊敗大陸的趙劍華選手 可見他的單打也非常有實力 那麼米西本西底的話 他是馬來西亞的男子單打第一高手 那麼他的戰績可以說是 因為他是非常情緒化的一個選手 由他每年到台灣來比賽 每年所留的不同法型來看 就可以看到他這位選手的男子單打第三名 那麼他在去年的William Puddy那個大獎賽裡面 他的總排名 跟這個普通培一樣 第二盤達到十秒來講的話 也不見得就會輸 對 因為羽球這個比賽 常常有意料之外的發生 當你14比0贏了對方 沒有拿下第十五分 來 祝賺 好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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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是對角殺球裡面有殺代切的動作 也是一種半切殺的一種手法 非常的美妙 所以殺代切就是他球速並不像純殺球那麼快 對 他那個是歷史變化多 讓隊長很不容易抓摸那個球到底落到什麼位置 差一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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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西本就可以獲得今年的冠軍了 對 米西本是年年到台北比賽 今年的第一次的冠軍了 正如剛剛 對 鬆懈 攻擊沒有那麼旺盛 就讓那個 克里斯丹森追逐 拼拼的攻擊 失掉好幾分了 十五比五 十五比五 林水靖和洪中東這一組 以十五比四 十五比五 十五比五 直落